哈喽大家好,我是SK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要来分享我的两只BB包包的一个测评 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点击屏幕下方subscribe,关注我和开启小铃铛吧 那我废话不多说就快开始了 我第一个想要想的包呢是这一款Pedicase 它是BB今年才开始慢慢裸起来的这个包型 它一共分为有两种 一种是这样子比较特别的款叫Pedicase 另外一款呢就是比较普通的皮的一款材质 这款包呢是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其中最火的颜色呢是这个黑色 还有白色,还有一个是天蓝色的这个色系 我选择的是这一个黑色的材质 它的材质呢是比较霧面一点的 相比于其他颜色是亮面皮这一款黑色的 它是霧面,会给它增加一点沉迷的感觉 这款包叫Pedicase 所以它的形状其实是跟Cassette一样 是一个长方形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它的材质呢是运用小牛皮材质 你们不要看这个包镜头上看 可能会觉得这个包特别的重 它的实际重量呢是特别特别的重 它应该算是我所有包包当中里面最新的一款了 背着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包的理由 还有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做一个金扣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我是听说他们说这个三角形代表的是BB的V字 可以看它是这样子 其实是个V 而且像这一款你背在胸前的话 这个三角金属扣会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是一种另外的搭配的感觉 这一款包的开法呢是它这边下面有个扣子 你是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开就好了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容量 其实还是蛮大的 平常的所需要品都是可以放下一个钱包是能放的 这种比较偏 还有一点的钱包也能放 然后再放一个粉扁 手机 然后钥匙跟口红 然后你们可以看见它里面的空间其实还可以再放一点东西 然后就这样扣着就行了 这款包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背法 第一种背法呢就是很普遍的把它当做斜挎包这样子背 然后你们可以把那个小三角形放在胸前的话就会更特别一点 第二种搭法呢就是把这个肩带在里面这样子把它这样子卷过去 然后它就会感觉是像一个手包的样子 然后再这样子背在肩上就会特别的破湿空外有种背法 还有呢就是我比较喜欢背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筋扣像这样子绕在这前面 然后当手包这样子拿着筋扣的话就在你手前面 这样子就会特别的酷 特别的chic 第二只包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一款 它是33的一个尺寸 33是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33 现在好像改名叫做二库小号 它一共分有四种不同的size 我入的是这个第二个的这个尺寸 这款包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上班族通勤的一个宝宝 它里面的容量其实是特别的大 这款包的这个size呢一共分有两种不同的样式 一个呢是我这样子的编织皮 另外一个呢是像鲜鱼包的那种样式 我入的是这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更经典的一个编织款的样式 像这一款包呢它其实也有分不同的材质 一个呢是这样子的french calf的小牛滑皮 另外一款呢是有小颗粒的荔枝皮 荔枝皮的话就会比较偏休闲一点 然后像这种滑面的话就会比较偏优雅 更适合上班族一点 这款包的背法呢是 它在这个上面有给你配一个小扣子 这样子你背在肩上的时候 肩带就不会容易滑落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扣子挤开 放在这后面也不会挡住 再来给你们看它是怎么打开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翻盖 它是没有磁铁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更加安全点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后面 东西也是不会掉出来的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呢 你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翻盖放在里面 这样子看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样式 会比较更加偏像菜篮子的样式 来给你看一下它的内部构造吧 它里面是拼的极皮 极皮是这种棕色的 就会有一种色差感 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然后它里面有配一个小袋子 这个小袋子呢是分有两个结构 一个呢是像这样子的打开的小袋子 另外一个是有拉链的 拉链的话就可以放比较 你觉得要放安全东西 就是像放信用卡之类的这种东西 就可以放在里面 再来给你看一下底部 它底部其实是做的特别的好 有给你放四个钉子 所以这样子你把包包放在桌子上 会放地方的时候就不会磨损你的底部 它这款的重量呢 其实是会比地支皮稍微重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重量是我能接受的成熟范围以内 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吧 首先呢我是会带平常的小包 然后粉饼 然后手机 还有钥匙跟口 如果你平常是喜欢带保温杯的话 其实里面也是可以玩的 可以放 然后再把它这样盖上就可以了 它其实里面的空间还是可以再装更多的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击屏幕下放subscribe 关注我和开启小铃铛 也记得帮我点赞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